日本队 令和怪物 佐佐穆朗西 11日在经典赛队捷克队的比赛中 是头投出时速162公里的直球 命中艾斯卡拉的佐西 他当场痛得倒地久久不起 日本队当天最终以10比2击败捷克队 再后效力于乐天集团旗下千叶罗德海洋队的佐佐穆朗西 带着乐天出品的乐天小熊兵等两大袋临时亲自去向艾斯卡拉赔罪 粉丝纷纷留言称赞说 这就是运动家精神 其实佐佐穆朗西当天走下投手球前 就已经脱帽向艾斯卡拉致意 现在又专程去赔罪 展现出他真挚的个性 今年2月时林香跟着球队一起到日本十元岛打亚洲门户交流站 当时佐佐穆朗西透过乐天桃源左投陈冠宇 传达想与林香合照的愿望 但是当林香一出现站在他旁边 佐佐穆朗西露出害羞笑容 还一度对着空气练习挥棒 全程不敢和林香有眼神交流 腼腆又绅士的模样表露无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